崔佩怡停经两年又来潮。老公就判第二胎。 崔佩怡停经近两年又来潮。图记者无为输涉。2018年3月11日。 一人崔佩怡金,十一日参加中天节目叫明星大跟班,她受访时谈到本来停经一年多,没想到服用女性荷尔蒙之后,又再次来潮。 她跟老公Sam说,老公文言相当惊喜,希望再判第二胎。 她透露目前有中度脂肪肝,体重81公斤,为了顺利怀孕,她打算先瘦身。 谈到第二胎的可能性,崔佩怡表示,如果可以的话,我一定。 医生说我身体状况OK,怀孕不是不可能。 她提及母亲过世前一直生病,我停经一年多,妈妈那时一直在生病,住家护病房,太想把妈妈救回来,压力很大。 停经之后,血压乱七八糟,自己的免疫系统完全大乱,快两年没有生理期。 直到经过医生的评估,服用女性荷尔蒙,她这两三个月又来潮了,因此夫妻两人重然怀孕希望。 崔佩怡想判第二胎。图记者无为书社。2018年3月11日。 近日62岁富人成功产子的新闻相当激励她,她表示,贝克宇之后会去美国念书,妈妈又走了,老公也忙工作全世界飞,我很希望有个孩子可以忙。 14岁的北克宇正面临大考,三想在儿子高中就送她出国念书,她却有不同想法,我坦白说,妈妈刚走,如果儿子又飞美国,我生活没重心,可能会被忧郁症。 14岁的北克宇正面临大考,她希望儿子至少大学才出国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